這個議題最近在推特上吵翻天 就是你的那個名字旁邊那個藍勾勾 就是你可以認證為你本人verified account 這個藍勾勾目前是免費的 但是Elon Musk說這個開始要收8美金一個月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8美金一個月你給不給啊 反正這邊說Elon Musk says 8 dollars monthly fee monthly就是每個月的 weekly monthly annually yearly好像還可以 所以for Twitter blue tick這個藍色的勾勾 其實你如果有在用一些其他的社交網站 甚至是一些像例如說交友軟體 Tinder上面也可以弄出藍勾勾 表示這個是我本人喔 我可不是假帳號這樣子 好那8塊錢 8塊錢200多台幣 所以這樣就可以indicate你是一個verified account 所以verified這個字就是核對核實的概念 核就是核對的核 核爆的核 實就是實在的實 這應該沒問題 那藍勾勾你說他現在叫他tick blue tick 其實你可以叫他checkmark 也是打勾的意思這樣子 那again這個東西可以預防掉一些假帳號 如果說我今天是我想要扮演周杰倫 我很崇拜周杰倫 我弄了一個周杰倫的帳號 然後我就想仿佛是周杰倫一般人在經營他 那本尊可能就會覺得 怎麼這邊有一個我 然後他一看說不定有二三十個周杰倫的類似的帳號 所以我們都變成周杰倫的impersonator 所以impersonate這個字 裡面有person這個字你可以看得到對不對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去模仿人家這樣子 那其實也就是我們是假的嘛 那喜劇演員像例如說郭直謙 台資源以前他們會什麼 全民大門國會模仿別人 我們說這樣的動作就叫做impersonate impersonation這樣子 好所以很多的impersonator在推特上 那還有很多的那種機器人帳號之類的 我們就叫他bots b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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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台灣好多年前流行過 就什麼政府外包的案子對不對 那其實在網路上這個詞就是robot 那我們把那個RO拿掉 bots就是機器人的假帳號 那你如果只講fake account 也絕對是沒問題的就是 好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目前這個藍勾勾是免費的啦 所以這個 a blue tick a blue tick symbol next to a user name 所以他放在你的使用者名稱旁邊 一個藍色的勾勾呢 is currently free 目前是免費 這個句子長就這樣 那中間hyphen的部分包起來就是說 補充一下資訊 就是這些藍色的勾勾 通常是保留給這種比較高知名度的人 所以high profile figures 所以figure這個字除了可以當作 例如說數字啦圖表啦 在文章裡面書裡面之外 figure還可以是身材啦 還可以是就人這樣子 所以high profile figures 講的就是高知名度的人 這樣 Alright 然後他認為這個就是把權力歸還給大家 他認為 那他覺得目前為止啊 現在他們這一個藍色勾勾的這一個 核實的系統 不太 不太好 我們這裡讀一下給你聽 說power to the people 把權力歸還給人們 blue for eight dollars a month 所以這個billionaire就說了 他就批評了old method of blue tick verification 所以這個老的方法 這個blue tick的這個verification再一次 核實的這個方法 他把它批評為 批評為什麼呢 lords and peasants system 這個lord的意思就是你知道 你的老闆 你的主人 就是你的lord 還有貴族也是這個字 lord British lords 那peasant是什麼 就以前那種窮苦的農民之類的 叫peasant 那好像去了解就是說 以前你為了拿到這藍勾勾 你可能還得好像什麼 寫個什麼申請單 然後寄給他什麼幹嘛的 才能夠 變得很 變得能夠去 去讓他確定說 這就是你這樣子 好 那他這邊說 有些批評的人就說 如果你要拿出一個這個免費的來的話 那會變得更難去確定什麼東西是 Disinformation 我這裡稍微讀一下 他就warned introducing a fee for blue ticks could make it harder to spot disinformation 我再讀下去 with disinformation as an issue that a lot of platforms are struggling with verification is one of the ways that journalists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some users use to filter out disinformation or low quality information 所以他這裡說 所以 verification是一個方式 就是來讓journalists 記者 來讓這些學術的研究員 academic researcher 以及一些使用者 來使用 來幹嘛呢 來可以 來可以過濾掉一些disinformation 或者就低quality的information 所以就 藍色勾勾是有這個好處的 但是如果說 你把這個變成是用錢可以買得到的話 那反而讓這個東西變得很困難 就是 就是說 他的意思好像就是 如果今天是一個假人的話 我願意花這個八塊錢 我還是可以假扮成周杰倫 而且這個周杰倫反而 真正的周杰倫反而會 變得比較困難把我這個藍狗狗搶走 因為反正我都付了八塊 他如果只付八塊可能搶不走 他可能還是得通過一個非常rigorous的方式 才可以把我的藍色狗狗取消掉 然後把它拿回去 不知道 所以他反而認為 所以學者反而認為 就批評的反而認為 你一個月收八塊反而是降低了門檻 原本的門檻是很高的 現在門檻變得反而比較低了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概念 那剛剛還有東西我想講的就是 disinformation這個字 我們其實幾個禮拜前說過 因為有兩個字是蠻容易困惑的同學的 其實我說困惑 我覺得都不見得 生活上實際有問困惑你 大概沒有 因為我們在我們的生活中 disinformation跟misinformation 真的目前還不存在華文的世界裡 我必須講 但在英文的世界這兩個字 已經被常常拿出來講 而且你不把這兩個東西分清楚是不太行的 所以我這個大概是說給比較高階的同學聽 就是在西方的社會裡 misinformation跟disinformation 其實分別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們來說一下下 幾個禮拜前其實說過了 不過也一陣子沒講了 如果你去找Google上的資訊的話 你只會看到disinformation翻成不實訊息 而misinformation翻成誤報錯誤的訊息 你如果這樣就看得懂 那我真的是服了你 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把它講更清楚一點 簡單的說misinformation就是 它的確是不對的 可是它的重點在於 分散這些 散播這些misinformation的人 它並不是故意的 所以如果裡面有不好的意圖 就想要欺騙大眾的話 我們叫它disinformation 而大家不要認為這個只有壞人才會做 美國政府也會做 OK 像例如說 美國政府在世界各地當世界警察 那不小心誤殺了很多人 我們稱那個叫collateral damage 也講過 例如說這邊 我們懷疑這個小鎮裡面 包藏著 藏匿著恐怖分子 好我們就直接把這小鎮炸了吧 裡面有老弱婦孺沒關係 too bad 不好意思了 所以他們叫這個東西collateral damage 那聽起來就好像蠻好聽的 可是事實上 這哪叫這哪叫做 這不是一個這麼mild的概念 其實你真的是在射殺無辜的群眾 you're killing innocent people to put it very plainly 那可是你把它講成 oh that's collateral damage 聽起來好像就好很多有沒有 所以不實訊息 或者我們講disinformation 其實就是故意的 故意把一些這個東西講成是一個 其實是不對的 但講得好像高大上一點點 所以這邊再往下看 example include rumors 剛剛講的這是misinformation 所以謠傳rumors 或者是一些侮辱人 或者一些搞笑的惡著人家的 這些可能頂多算是misinformation 而disinformation就是deliberate and includes malicious content 所以故意的deliberate的 然後還包括了一些惡意的一些內容 好比說hoaxes spearfishing and propaganda hoax就是你知道也是假冒出來的東西 像例如說曾經有人說登陸月球是一個 美國政府弄出來假的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叫做hoax 那還有像spearfishing跟propaganda propaganda簡單說就是文宣 或之類的意思這樣子 spearfishing這個是蠻有趣的 我覺得這個字是我可能比較相對來說不熟的 還蠻想找一下 不過先不找算了 所以我們先把這兩個詞搞清楚了 就disinformation是有惡意的 是故意的 那misinformation只是不小心 像我如果跟你講說 我聽說 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想舉周杰倫當例子 聽說周杰倫機器很小 那這個有惡意嗎 沒有 除非我今天是羅志祥 然後我跟人家說 聽說周杰倫機器很小 可能這就是惡意的了 因為我想把這個一哥的位置扯下來 然後我站上去 不可能 但是我今天是個世紀小米 我聽人家說周杰倫機器很小 然後我就把它轉過頭就告訴你 這頂多算是misinformation 因為我並沒有惡意在裡面 我只是把它聽到就把它散播出去 所以或許事實上有的時候這東西很難定義 到底有沒有惡意在裡面 但那個就先不說了 好anyway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你如果在offer blue check for rent 你如果願意把8塊錢的藍勾勾 像是出租一樣租出去 我的確一個月8塊錢就是出租對不對 So it makes it harder to sift through this information and find quality information 所以他這邊批評的人的意思都還是說 你把門檻降太低了 OK 好所以以前 所以他的former method 先前的方法 就包括了 a short online application form 所以你得填申請書 and was reserved for those whose identities were targets for impersonation 所以這個是以前只保留給 要是你的身份可能會被人家假冒 那你才有辦法申請 所以就是不是每個人都能申請 像他如果變成8塊錢 便我也可以申請 簡單的說 好比說celebrity politician journalist 大概這些人這樣 事實上我在網路上已經看了蠻多這樣 相關的討論 我覺得一個討論 一個點不錯 一個切入的點 這切入的點就是說 如果一個東西 if something used to be free and then you start charging money it's just not gonna work 所以這是一個 在網路上也是很久的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人 他說的 他說的非常eloquent 我沒有辦法reproduce 他的eloquence 就yeah but again簡單說就是 如果以前一個東西是免費 像例如說Google的Gmail都是免費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多一點storage space的話 那你可能付一點錢 可是如果以前他本來就會幫你加storage 目前好像也是 所以他突然間跟你說 我的Gmail一定要收費 That's just not gonna work 我就會跳船 我覺得蠻同意這個說法其實 可是又有另外一個人說 這個更好笑 這個人說的是 他舉的例子是以前的world of warcraft 就是魔獸世界 魔獸世界以前做過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坐騎有沒有 你如果沒有玩遊戲 你可能不知道在說什麼 在遊戲裡你可以買一台 買一匹馬 當成你的坐騎 然後你在移動中就會比較快 你就不用用兩腳跑步 所以如果說你要買那匹馬的話 25塊美金 那遊戲本身每個月都已經有月費了 因為world of warcraft 就是一個月費遊戲 在當時還比較不流行這種免費遊戲 free to play的遊戲 所以每個月已經有月費了 然後你還指望可以在使用者身上 多炸25塊來讓他買一碼 所以這個人就是說 當時在看這個想法 笑了誰會碼 結果沒想到 你登入之後發現 幹每個人都25塊錢一匹馬在那邊騎 然後你就覺得幹我好想要 所以他這個看法 也有他的這個 我覺得有他的merit OK就是你要收這個錢 可能很多人就是為了虛� 花個8塊買個blue check 然後你看到大家都有 你說不定也會想要 所以兩個說法 我覺得都有他的道理在 那會怎麼樣呢 我真的也不知道 說實在的 好anyway 還有一個字叫做impostor 我們再看一下好了 這邊應該找得到impostor yes OK 所以總之啊 對這個公司來說 他就想要prevent impostor account impostor也是一樣 他就是假冒的人 那我們還看一個字叫impostor syndrome 這個詞我覺得很值得介紹一下 syndrome就是症候群這樣 那什麼是impostor syndrome 就是如果說今天我已經很成功了 我的假設我的youtube頻道 已經有百萬人追蹤了 然後可能在街上看到 人家看到我都 欸這是po 這是這個勃起英文的po 那到那時候說不定我會覺得說 幹我真的值得這一切嗎 我其實只是一個市井小民而已 我只是無聊錄了一些影片 然後我就紅了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我好像不值得 I'm not worth it 這樣子 這個就是impostor syndrome 就是你已經成功了 可是你卻心裡懷疑著 我並不值得這個成功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正面的心態 說實在 不過這個東西總之就有就是 然後如果今天沒有這個狀況 可能我就覺得 I deserve it 我百萬訂閱剛好而已 那就表示我沒有impostor syndrome 這樣 就我覺得我是個 名副其實的一個成功的人 不會懷疑自己的成功 是不配的這樣子 所以impostor syndrome syndrome這個字蠻有趣的 那impostor account跟剛剛的impersonation 總是講是同一件事情 好啦那你有什麼看法呢 我總之推特目前正在最夯的話題 那我們有機會 或許可以繼續再追下去 我特別沒有把這個Elon Musk 對於台灣的這些看法的那一集做出來 因為我覺得算那個不值得做 這個反而蠻有趣的 因為現在整個推特都在講這件事情 真的 要是你有興趣去看一下的話 不過我覺得推特這個東西 實在也有一點不知道欸 你要是沒有把它玩到roll起來的話 你會覺得那個東西沒什麼好玩 可是你如果去跟一些有趣的帳號 甚至被他回跟的話 會有一些社群的凝結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東西的黏度是蠻高的 至少我覺得他比instagram的黏度還高多了 黏著度我講的意思是 因為instagram我覺得就是你在上面 感覺跟人的互動是很有限的 因為你也看不到別人跟別人的互動 你最多就是你自己跟著一些別人的互動這樣 那可是在在推特上你可以看到別人跟別人的互動 以及以及你跟那些人的另外一層的一個 好 I'm starting to ramble again 好 我講到這個就夠了 不要再扯下去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